奇怪 我開了冰箱 怎麼看到我的遙控器在裡面 對啊 吳老師 這個對獅子 還很有幫助 的確可以針對我們的獅子 還有那個大腦的一個 多巴胺有一個提升之作用 你知道為什麼 它會擺在食物裡面嗎 因為它其實它對消化道非常好 花語叫做勇敢 勇 勇敢 勇氣之潮 我們現在這個後疫情時代 是 它可以修復我們的鼻腔黏膜 還可以做防疫的噴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歡迎收看健康友邦 我是阿娥 你看到我的衣服有沒有覺得 非常大地的感覺 你知道香草很重要 讓你心曠生意 讓你安定你的心神 但是香草我們怎麼樣 可以有多方的運用 除了綠化我們的環境 你知道它可以泡茶 它可以做香包 它有很多很多的用途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好好的來聊一聊 特別是在疫情之後 現在大家都要好好的自我防護 要不然不能出門 到處哪裡都不能去 那在家怎麼辦呢 撵花惹草 跟大家一起來感受一下 哇 大自然療癒的香草 跟大家一起來認識一下這些植物 介紹現場的幾位好朋友 首先介紹第一位 是我們香草植物研究的專家 歡迎游刺雄 游老師 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香草不僅可以讓我們促進健康 還可以讓我們回歸自然 最重要的是生活化 我告訴你 老師不是只有講話 他還寫了很多本書 香草的這個茶飲百科 還有香草的百科 但今天我們要挑出其中最精華的 來介紹給大家 接下來還有一位好朋友 他自己也非常擅長運用 這些精油 香草 我們歡迎藝人李芳瑜 嗨 大家好 香草很療癒 還可以防疫 還可以帶給我們勇氣 我想炎炎夏日 啊咋是不是 那就需要他了 太棒了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是有人種了香草之後 又有人把它好好地發揚光大 現場還有一位專家 這是我們的芳療照護師 歡迎吳兆峰 吳老師 大家好 生活無處不芬芳 我希望透過今天的節目 能夠帶大家如何用芳香療斧 來照顧自己 謝謝 謝謝兆峰老師 好 我們講到這個香草 現在種植物應該是 游老師的地位最崇高對不對 對 高過零百里 他說種的位置比他 種的位置高嗎 因為我的農園的位置是在 三百公尺 它是在平面這樣 大概是這樣子而已 很高興看到 游老師其實早期他是 被職場上操得很慘的高階主管 對 沒錯 他聽到要死 不知道要怎麼搞好 整齊工作不能做了 然後瀟灑地去種香草 怎麼會有這段歷程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在一九九七年之前 因為我當高級主管 然後就是受壓力 壓力比較重 然後到日本去 檢查之後他就說 其實你是壓力 壓力 對 他說壓力 所以頭痛是壓力 對 痛到這樣 每天在那邊撞牆 然後隔壁說 你不要在那邊 晚上在那邊叮叮子 用口鼎 所以說就開始研究香草 剛開始並不是很順利 可是慢慢的就走到一個 比較正規的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有三大療癒系的香草 是什麼呢 一 二 三 首先我們看到第一個是 迷迭香 我手上這個就是迷迭香 我常常看到 人家園子裡面有迷迭香 我走過去都把它摸摸頭 摸一摸摸一摸 真的啊 你就這樣摸一摸以後 好香喔 真的喔 立刻就有這個味道 馬上就有這個香氣了 對 尤老師 而且迷迭香來講的話 算是我們香草裡面 最好摘種的香草 是 然後它本身來講的話 迷迭香的話 它有分成所謂的直立型 直立型 就像直立型 比較直立型 然後這個是瀑腐 我今天特別帶了比較 少見的這兩種瀑腐型 這是藍小孩迷迭香 因為它開花的話是藍色的 所以說叫藍小孩迷迭香 味道很不錯 它比較輕鬆 好重要喔 然後這個的話是叫做 賽文海 7C 賽文海迷迭香 然後旁邊是直立迷迭香 一般常種的是直立迭迭香 是喔 對 那一般來講的話 算直立迭迭香的話 算是它的香氣比較濃郁 然後這個瀑腐迭香的話 香氣就比較沒有那麼的 比較輕雅一點點 所以說在運用的時候 就可以根據你的需要來運用 你知道如果說我們家裡面 就是料理做個菜 放上一點香草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就是西式的 就高級 明明就烤雞腿 整個就高級起來了對不對 所以美食上面也可以來運用 對 沒錯 因為其實你知道除了美食 我自己比如說在煎那種 比如說一比例豬 豬排的時候 我也會加一點迷迭香 因為不想要有豬肉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它是可以去腥的 然後再來呢 剛才老師講到香草嘛 你看那個味道這麼療癒 你知道其實我使用香草呢 我是不懂 但是在我懷孕的時候 其實使用香草使用很多 因為在懷孕的時候 就不能用什麼化學的洗髮精 沐浴乳 所以我當時呢 我就實行了歐美最流行的 No Poo 就是不泡沫的沐浴法 是 我就比如說呢 就是乾的迷迭香 我就把它泡水 泡熱水 然後拿來洗身體 然後淑微草就拿來泡熱水 拿來洗頭 然後就這樣子實行了 整個運氣都用這樣的方式 我就發現 但是我其實沒有洗不乾淨耶 是 我其實洗得非常乾淨 所以老師其實香草也有 淨化的功能對不對 對 絕對是有 而且特別是米蝶香來講的話 它有所謂的增加我們的記憶力等等 對 更有一些提升精神的一些幫助 那對頭髮的話方面也是很棒 這一方面的話 吳老師專家 對 尤其是你講到說提升記憶力 你知道慢慢有一些 不是到年紀大了 而是很年輕就會覺得 奇怪 我開了冰箱 怎麼看到我的遙控器在裡面 對 米蝶香 吳老師 這個對濕智還很有幫助 其實米蝶香在研究上面 它的確可以針對我們的濕智 還有大腦的一個多巴胺 有一個提升之作用 但是其實米蝶香最大的原因是 你們知道為什麼 它會擺在食物裡面嗎 因為它其實它對消化道非常好 這樣子喔 它對消化道 其實在米蝶香 我們在臨床用上的時候 用在消化道 而且它對我們的長臂黏膜 有修復之作用 那它最大的功能呢 它可以治療關節炎 是 真的 還可以治療關節炎喔 對 而且你們知道 它在義大利 它也是生髮水的成分之一 所以它可以預防禿頭 那當然了 絕頂聰明的就沒辦法了 沒關係 所以老師我們其實 比如說產後弱髮 其實就很適合用 我剛剛那個No Poo 直接用你等一下洗頭 你可以用 比方說像泡澡的方式 像你剛剛那個泡澡的方式 可以噴灑 或者是說我們精油 在萃取過程當中說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就是純露的方式 OK 太好了 那我這三盆今天可以再會講嗎 不要緊張 人家有純露 倒是迷迭香 它有一個很美的名字 叫瑪莉亞的玫瑰 為什麼 吳老師 這一方面的話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相傳的話就是 這個是在這個 就是瑪莉亞在逃難 躲避這個羅馬病追趕的時候 它身上的袍子 就是身上的袍子 然後用到這個植物上面 然後就賦予這個植物 它具有些神性 然後就長出那個藍色的花花 是 所以說一般來講的話 就把迷列香稱之為 叫做瑪莉亞的最愛 或叫做瑪莉亞的玫瑰 是這樣子用來 因為它裡面還有髒腦 還有暗油唇 暗油唇 還有它可以提升精神 還可以抗憂鬱 所以我們剛剛發現說 它其實可以拿來泡茶之外 其實洗頭 洗頭的不錯 是很不錯的 各位 你有感覺到被療癒到了嗎 我好喜歡 待會我們還有其他的 療癒香草系列 要來介紹給大家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老師 瑪莉亞 對 那另外我們還剪了 薰衣草 薰衣草這樣子 浸泡約三分鐘左右 尤其它最大的幫助 是包括我們現在這個 後疫情時代 是 它可以修復我們的鼻腔黏膜 請大家跟我們一起來 撵花惹草喔 趕快在我們的YouTube上面 訂閱我們的健康友方 然後開啟小鈴鐺 每一次有新的節目內容 就會第一個通知你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非常療癒系的香草 剛才我們已經認識了迷迭香 品種其實不太一樣 各有不同 那接下來我們所講的 這個療癒香草系 還有什麼 令大家驚豔的香草呢 請看第二名是 第二個介紹的 這是叫做白禮香 白禮香我們要請 尤老師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 那我們首先先介紹一下 這個叫綠白禮香 是 它含有一些 色香 分的成分 你們可以聞聞看 一整串 然後呢 另外也有一個品種叫做 這是白禮香的味道 檸檬百里香 那這個的話 它除了就是 有這個色香味的成分 還有色香 不一樣 有檸檬的味道 對 非常棒 好檸檬味的美香 特別是我們在這個香草的 愛好者裡面 他們都會非常喜歡 當然我們個人也是 最喜歡這個香草 那它的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它的花語 它的花語叫做勇敢 勇敢 勇敢 勇氣之草 就是這個草 而且你會發覺到 它的那個葉片很像眼淚 這個又俗稱的叫做 薇菈絲的眼淚 好美的名字 對 很美的名字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的白禮香 它除了可以運用在料理 茶飲 健康 芳香 園藝 花藝 工藝 染色等等各方面 芳藝也可以 對 洗芳香 對 沒錯 所以我很喜歡它這樣 而且這個勇氣之草 它裡面有很重要 含有什麼百里香氛 對 沒錯 甚至可以預防感冒 是的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是很能夠 運用在生活當中的 吳老師更知道 怎麼去巧妙的運用它 是的 因為百里香 它其實有很多品種 那它其實 就是因為它裡面 含有百里香氛 那它其實也是一個 歷史最悠久的 它就是當我們世界上 開始有細菌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就是最早被發現 百里芬是一個 非常強效的殺菌劑 可是它有另外一個名稱 它有另外一品種 叫做我們平常 一般放下療法在使用 叫百里香醇 是 百里香醇 對 一般在用會用百里香醇 它可以提升我們的免疫系統 尤其它最大的幫助 就是包括我們現在 這個後疫情時代 是 它可以修護我們的鼻腔黏膜 而且它可以預防感冒 當你開始要感冒 或是你有氣喘的時候 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氣喘者 是 那我如果當我發現 我快要發作的時候 我就會趕快休息百里香 甚至拿它來泡澡 或是甚至趕快喝百里香草茶 它其實就會有預防感冒的現象 是 而且在臨床它化痰 化痰 所以都是在上呼吸道 黏膜 就是我們的冠狀病毒是下呼吸道 下呼吸道 對 所以它其實是 從下呼吸道眼神道上 就像我今天帶了 那個沈香醇百里香 然後這時候就是我們準備 你可以準備350cc的溫冷水 然後我們這時候 因為百里香它裡面的成分 比較刺激 所以我們不要太多 大概一滴就夠了 一滴啊 一滴這樣一杯水就夠了 對 一滴就夠了 然後稍微把它攪拌一下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 我們有些人的口腔黏膜 比較脆弱 是 我必須坦白說一件事情 因為當百里香它的植物 你們剛剛在摸它好好聞 對 好好聞 但是它變成精油之後 它會產生藥理性 你們可以聞聞看 沈香醇的百里香 跟你們剛剛聞的植物 是不一樣的 鑑宇妳先聞聞看 講一下什麼感覺 太多了是不是 不會 太多了 沒關係 雙天的安排 它的味道不太一樣 對 沒錯 比較激烈 妳有沒有發現它很像那個 好濃郁 妳有沒有發現它很像優點 不是 它像沙威龍 就是沙菌水嘛 對 好好聞的沙菌水 因為那個一聞就是化學 這個是很天然的味道 對 沙菌水的味道 可是你們很難想像 你們剛剛在這裡聞得真的甜 原本是這個味道 變成這個味道 就是這個耶 好神奇喔 然後我就用這個水來漱口 對 然後妳可以稍微含一下再吐掉 請不要吞進去 還可以做防疫的噴霧 是的 自己做 沒錯 其實我們這一次 在整個疫情的過程當中 也教非常多人做這個 防疫的用品 可是因為今天這樣子 所以我多帶了一樣東西 你知道 在我們的方向療法裡面 有一個副產品叫做純露 是 我們在臨床上 可以用在非常多的運用 像它可以用來當化妝水 是 對 也可以用來當茶水喝 它可以加在花茶裡面 或是擺開水 所以萃取的過程當中 上面那一層油的部分就是精油 下面那個水就變成是純露 對 一次的功夫就可以兩樣東西 就做出來了 是的 是的 我們可以在現場 我們準備了一個 因為這個大概是30ml的噴瓶 那一般我們在外面都是酒精加水 然後點精油而已 那我今天我個人比較龜毛一點 所以我今天帶了純露跟酒精 那這酒精也有一些貓膩 它是植物酒精 有植物酒精 對 因為一般我們用的就是藥用酒精 對 工業用比較多 工業跟藥用 那我們在方向療法裡面 因為植物酒精它比較不容易過敏 也不容易產生對皮膚的刺激 所以我們這一次帶來的是植物性的酒精 那植物酒精 為什麼它叫植物酒精 它是從植物去提煉的 比方說這是芋頭 芋頭 對 這是芋頭裡面去提煉 那也有人是從玉米裡面去提煉 那我們今天我選的是百里香的純露 是 那百里香的純露 因為我們要30ml嘛 所以我就直接在這裡 放上15ml的 純露 對 大概是20到15ml之間 好 好好玩喔 老師現在都在花很多時間教學生 因為教學生的時候 再加上我們的酒精 酒精 老師這純露的味道就是 跟剛才精油的味道是一樣的 對 但是會 它只有 純露裡面還有有機酸 那它只有1%的酒精成分 那這時候我加的是茶樹精油 那我們在做香香純露的時候 我們大概是有3%的劑量 所以這個時候 30ml的噴香粉霧裡面 大概要20滴 來 現場跟我一起數 有沒有20滴 好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 20 很快耶 那滴很快耶 超過一滴就上天的安排 OK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把它攪拌一下 因為在製作純露的 製作這個純露噴霧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給它一點 你看植物它都有它自然的發酵時間 是 那發酵得越好的時候 它裡面的那個成分就能夠越滅 是 所以要給它等待一下是不是 對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在做任何噴瓶或是做任何的一些 不管是乳液什麼 這個瓶子都一定要消毒 當然 對 而且消毒之後一定要讓它曬乾 這裡面絕對不可以任何水分 否則它就會異變 對 這很重要的一件事 OK 那我們泡茶來講的話 最重要的話就是 我們要剪下這個 像我們就是剪下這個百里香 百里香 百里香剪好 是 老師用這個百里香 對 然後我們要瓢洗 瓢洗完之後 然後再把它放到我們的湖裡面 湖裡面 然後另外我們還剪了薯荷跟薯荷 這樣子 那熱水的話大概是差不多80度左右 是 80度左右的熱水 然後我們就直接沖泡 那沖泡下去之後 我們大概浸泡約三分鐘左右 浸泡約三分鐘左右 那我們現在手上的茶 就是剛剛有另外沖的已經泡好的 是 所以說 對 所以老師其實是沒有什麼顏色的 它顏色其實是比較淡一點的 再泡久一點 顏色更濃 對 可是你不要小看它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顏色 你喝喝看 有五瓶嗎 來 請用 非常的 香氣非常的棒 非常 非常舒服 而且喝完以後你把嘴巴閉起來 去聞它的香氣 對 它就整個這樣子串出來 串到你的鼻腔 對 其實不單單是我們剛剛已經見到過的 迷迭香 還有剛剛已經認識的白禮香 白禮香 你知道這是什麼香嗎 不要被我護倒 好美喔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待會兒來告訴大家 這個妙用無窮 馬上回來 這是青衣草的話 主要有放鬆的作用 放鬆 對 我們的一些生活的話 有舒緩 是 然後助眠的一些幫助 對 青衣草其實是在方向療法裡面 它是第一次被發現的精油 它有精油之母之稱 甚至你知道我們在臨床上 我們都用來退燒 來 今天介紹療癒系香草 你看看這是什麼香草呢 趕快在我們的健康友方臉書上 按個讚 再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我們一起來認識這些植物 我不用問你啦 我們剛剛介紹的迷迭香 百里香 這是什麼呢 請看 這是薰衣草 我用過很多薰衣草的沐浴乳 洗髮精 對 在長這個樣子 對 大家知道嗎 對 那薰衣草的話叫 是 拉丁也就原意叫 就是沐浴的意思 沐浴的意思 對 那其實今天的話 有非常多的薰衣草 包括子葉薰衣草 是 西班牙薰衣草 然後呢 那個英國薰衣草 英國 對 老師今天帶來三種品種 那這薰衣草的話 主要有放鬆的作用 對 對我們的這些生活的話 有舒緩 是 助眠的一些幫助 助眠的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盆叫做 甜薰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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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漂亮 你看我已經有戴手套了 也是要打拳擊 不是要起油脖子 準備要到原子裡面 對 要來種植子 免花惹草了 對 那我們來看這個薰衣草 最重要的 我們的香草植物 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根 真的也好美喔 就像我的肌膚一樣 非常的漂亮 所以說 人如果要好 肌膚就要好 植物如果要好 滾就要好 滾 滾 滾 最好不要讓它爛根 不要爛根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 進行所謂的換盆 因為很多人的話 都不太會換盆 或者是 方式不是很正確 那我們就花一點點時間 來稍微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就是要三寸盆 換成五寸盆 五寸盆 那請切記 底下一定要有底洞 它要增加它的排水 增加它的排水 然後這邊不要塞茶葉 咖啡渣 蛋殼 花泡煉食等等都不要 那個是假的好嗎 待會兒你看一下 所有的都沒有這樣子 對 都直接 會怎麼樣 放人那些會怎麼樣 會造成爛根 就是水分過多 對 像草若要蒸得好 看它的筋肉 對 不能讓它爛根對不對 沒錯 好 那我們就說 就直接怎麼樣 把土加進去 是 那土加進去之後 接下來的話 就是要放肥料 真的肥料 對 肥料 那我們放的話 可以放就是 零肥 零肥的話放肥料 沒有很多 對 差不多10到15顆左右 也不能直接就這樣種 還必須要怎麼樣 還必須要把肥料護土 否則的話會產生 所謂的肥傷 再一層上去 對 肥傷 所謂肥傷的話就是 它太重鹹了 這樣直接說 養分太多 對 它那個蛋數太多 零數太多的話 反而會造成它 枯仿的現象 所以說不能直接接觸 好 然後要換的話 我們還不能說直接就這樣子 把它起來 就直接放進去 還要做一個動作 鬆根 有沒有 對 這樣子 老師你好出爐 不是 一定要這樣 這樣才能幫得了它的嗎 因為你如果直接種下去 對 它的根 你看 它把它撥開來 對 像這樣子撥開來 對 這很重要 因為你沒有撥開來 它直接種下去 再根直接往下降 OK 那如果說你是撥開來之後 它就會繞著這個盆 跟旁邊混在一起 對 繞這個盆 然後就是會旋繞旋繞 了解了 你看它每一盆都會可以長得很漂亮 好 然後種下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 就是把這個舊土 就是舊土覆蓋完 是 覆蓋上 在補土的過程當中 請切記 請切記 不要用力去壓它 不要 很多人都是去壓它 對 鬆鬆的 鬆鬆的 鬆鬆的就可以了 老師 那我有一個問題 然後呢 我們什麼時候要換盆 就比如說我們 從花室買回來的時候 你們剛剛看到有沒有 那個根性已經是 繞繞成那麼多了 病原已經那麼多 就好像就是說 我們家裡面人 已經很多了就會開始要換家 要換讓它搭蓮子 你看我都是用拍打的 有沒有 拍打之後呢 讓它比較怎麼樣 就是通氣氣強 是 所以說一個好的土壤 就是通氣氣強 保水性好 青衣草其實是 在方向老闆裡面 它是第一次被發現的精油 它有精油之母之稱 精油之母 老大 我們稱它為母親精油 所以它對任何人的照顧 是非常多 非常廣泛的 像菊帆妮 刀傷 割傷 燙傷 尤其是燙傷 效果最好 甚至你知道我們在臨床上 我們都用來退燒 退燒效果非常非常之好